在1997年 一个叫江灵魁的人 担任哈尔滨制药三厂厂长 做了这一年 也被试验为哈亚模式的开端 江灵魁曾花一千万的天价投放广告 而当时三金要页的账户上只剩下一千余万 不过这一千多万打完广告之后 三金要页的总销售额达到一个亿 在1998年 在葫芦画瓢之后 在投两千万元 该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两亿元 从此靠广告研发药品的时代开启 2011年 发到猪头一样的哈药六厂 在其官网上 高调刮出一组内部环境照片 照片中公司堪比罗浮宫 豪华的建筑和装修 震撼了中国一万万有 网友惊叹 怪不得现在的药都那么贵 自从央视将哈药六厂挂上网之后 哈药集团仿佛出现了什么问题 虽然其集团的收益是十分漂亮的 但是利润才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2014年的5月 哈药集团副董事长 三金集团董事长刘湛斌被查 哈药模式广告加分销的渠道的辉煌年代正式结束 除了哈药集团 国内有很多药集市值高的金元 但是如果没有辉煤 莫沙董 阿斯特杰利康 这些药集的授权生产 国内基本上所有的药集都要倒闭 原因是因为 基本上是没有原原药药 如果不小心拿出莲花清温胶囊 美帝苏德不知道如何面对 悠悠的说一句 国内的药集生产的药品 大多数都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是国外药集的授权生产 第二是直接向国外药集购买原原药专利 第三是等国外药集的专利过去之后 再进行仿制 生活中几乎用到的所有药 小到感冒药 大到抗癌药 基本上都是惠悦 强生 默克这些药集发明的 而国内这些药集 只是他们的代工厂而已 正如专家所说的 这些外国药集 奇迹营巧 总是小到国家发展 注重的是礼仪法 教化 人情世故 货金来了 也得站起来敬酒 事实上 原创药的研发过程 是非常漫长的 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最后还不一定研发成功 但是只要药研发出来之后 那就是药器的摇钱树 就比如辉瑞 罗氏这些超级药器 每年在药品 研发方面都投入 超过0.1万亿人民币 而且几十年来 一直在坚持研发 这也是能成为 全球头部的药器的原因 而且国内有很多药器 每年的营销费用 都远远大于研发费用 即使是一些非常头部的大药器 所谓的原创药 也基本上是国外的 原原药的套个科 但是相对于直播带货 西方还是少一点味道 假如人家不卖 可能会破口大妈 有人还是担心有一天 国外不卖药 是不是医疗水平 会断牙式下降呢 不过我们还有中医 不可能实现人均寿命回到30岁的 像辉瑞 阿斯特杰利康 莫萨东 罗斯这些药器 对全原理的健康 真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在对于治疗 内风湿关节炎 强制性脊椎炎的有效药物 脱发剃离 就是来自辉瑞 用来治疗直肠癌 胃癌的奥萨利伯 也是来自辉瑞 用来预防化疗过程中 发生恶心和呕吐症状的 阿越皮坦 是来自美国的莫萨东 用来治疗胃病 阿美拉臭 来自英国的阿斯特杰利康 用来治疗高血压 冠心病和心脚痛的 肖本地皮 来自德国的拜尔 用来治疗 二型糖尿病的西塔利庭 来自美国的莫克 用来抑制 细观移植 排斥反应的雷帕美术 来自美国的莫克 用来治疗血脂的心法大厅 来自美国的莫萨东 用来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 吉月替尼 是来自日本的安斯特莱 相比于工业方面的卡脖子 医疗领域的差距 更能让你震惊 研究生不去科研 跑去研究编制 每天研究领导 证实了努力 不一定能成功的这句话 每天醒来都想着赚钱 上班还房贷 还车贷 聚会在工作 还要为彩礼而担忧 这就是为什么高科技创新领域 西方国家恶意遥遥领先的 其中一个原因 全国排名第一的北京邪恶医院 去年12月22日采购了一套CT模拟定位系统 单价是0.24亿人民币 该设备是来自荷兰的菲利普 去年12月20号 北京协和医院采购了一套CT模拟机 和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 总价为0.4亿人民币 这些设备都是来自美国的通用电器 对于一天营收5亿元的医院来说 简直就是当呼吸一样 对于华为来说 做出来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直接购买成品 只是让居民享受自费医疗的过程 又想知道一个国家的工业 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 就看到了大学科研能力 目前国内所有大学的实验室的仪器 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 还是通讯的 各个科研的科研仪器和设备 几乎都是来自进口 以下消息居然是 各个大学的公开采购公告 从采购进行当中可以看出来 是挺照顾国外公司的生意 5月15号 清华大学采购了离职厂渡 细极连杆飞行时间制谱仪 单价476万人民币 该制谱仪来自美国的沃特市 4月28号 清华大学采购了一台 厂发射透射电脊显微镜 单价为646万人民币 该潜微镜来自日本的诸社会社 4月23号 清华大学采购了一台分散机 单价54.7万人民币 该设备是来自德国的爱立许 3月28号 清华大学采购了一台低活度放射性样品 测量仪 单价148万人民币 该仪器来自于美国的阿美特克 3月23号 清华大学采购了一套固态物质 微区分析系统 单价700万人民币 该仪器来自日本的电子诸事会社 2月20号 清华大学采购了两套显微镜 单价为35万人民币 该显微镜来自日本的李康 连显微镜都要买 只能刷清华大学真有钱 全部设备都靠进口 直接遥遥领先 如果想要发展工业 那么必须要打破圆珠笔的魔咒 自从用了瑞典的生产线之后 终于攻破圆珠笔头的困难 后来又发现圆珠笔油墨 又卡脖子了 话说回来 研究圆珠笔干啥呢 最多不带货就行了嘛 目前国内几乎的厂商 生产的圆珠笔用的几乎都是靠进口的油墨 国内两个文具巨头 陈光和德利 在其圆珠笔介绍的页面中 明确显示了该油墨来自于进口 而这些进口的油墨 基本上都是来自美国的 泰克汉米粉和日本的百乐 不要小看圆珠笔的油墨 里面的技术含量一点也不少 劣质的油墨 在你使用和书写的时候 就能够直观感受出来 一般劣质的油墨的圆珠笔 那种油墨的流动性都很差 下游不均匀 甚至出现断墨的现象 而流动性差又会导致笔头堵塞 容易污染指张 并且非常容易褪色 而好质量的油墨 或者是合格的油墨 应该是具有流动性适中 出墨均匀 不容易堵塞 不易褪色 快速干燥的性能 可以不负责任的说 几乎市面上的圆珠笔头生产商 用的全部都是越式的米克兰机场 实际上不是不能自主研发 是没有这个比较 说的不多 直接遥遥领先 结束今天的话题